美澳日韓太平洋先锋军演对不对 从7月1号到7月12号开始举行 关键在关岛周遭的先锋军演 这个关键是验证反潜作战 防空作战及其飞弹实弹射击等等 里面的核心关键是 美国上次跟着两个南韩 不是讲了以后会成为一个华盛顿宣言吗 然后也把日本拉进来吗 是战争的时候 战场资讯通信链的一个互相的协同 没错 所以他们训练的就是 以后就共同的作战 共同的作战 所以这四个刚好就是 除了印度以外 对 亚太小北约 开始我们要手牵手做训练 美国就不跟你玩这些走来走去 看来看去 没错 实际的是 你看他们的是 他们反潜作战 如果是韩国的四中号看到了 那日本人能不能接收 对 然后澳洲的 飞弹可别来打 飞弹可别来打 他的鱼雷可别来打 是在做这个的一个操练 我讲余将军就很知道 这才叫做战子通勤西部SR 要熟悉的一个状况 然后另外一个 好不容易 因为中国让日韩之间恩怨情仇已了 所以八月的时候 在华府要再一次高峰会议 这个东西 岸田文雄 尹习岳 拜登 这个阵仗 因为拜登不是讲说 习近平 我们11月APEC的时候要见见面 习近平还在讲话 你不来见面没关系 我跟莫婷先完面 我跟尹习岳先完面 我跟岸田文雄 现在通通找过来 我们三个人都在一起手牵手 然后一直吃果果 给你习近平看 没错 里面对台湾的一个准备 最重要的 就是考虑在印太战地区 设军舰养护中心 这个东西就很重要了 我们台湾现在不是国建国造 我们的造船业 不是越来越发达吗 你知道我们造船界 是怎么起家的 当时最早的时候 是在高雄西子湾那边拆船 拆完船之后 我们对船了解了 越战的时候 开始造船 美国的军舰 很多是送到哪边维修的 你说送到台湾 高雄那边维修的 然后我们的台南的那个 台南的航空修复能力 那么强是什么时候 越战的时候 对 送到台湾来维修的 所以我们上次F-18 跑到台湾嘛 那现在是在养护中心 其实 当然他们目前考虑 这是在日本 因为是在台湾太敏感了 对 然后另外一个 是在日本的话 代表着美国已经做了 如果有一天 中江一战 对 超前部署 已经准备好了 是 而日本的川崎重工 然后长崎 山林 做这些维修 有什么困难 不要忘了 当年的时候 朝鲜战役 就是韩战 对 美国的军舰 是靠哪边维修 生产 送过去的 它不是从美国运的 是 就是日本 对 所以美国做出这个印太军舰养护中心 就是告诉习近平 你的军舰 没有那么强 然后最后呢 我要补充一下 因为刚刚讲到金普聪 是是是 金普聪 他今天出来之后 其实有一个人 心一定非常在气血 金普聪在国民党里面 于将军也记得 真正对国民党 某些人的伤害 是2004年 那2004年 有些人对侯友宜 还是很有意见的 对 那金普聪那时候 推了一个东西叫做废票联盟 哦 废票联盟 伤到的是谁 那时候就是要搞连战 对啊 所以其实 侯心其实结合起来 好像也只有渊源的 我们台湾最近 这个也太硬了吧 就是 除了共机烙台 共剑烙台 现在连俄罗斯军舰都给我来了 俄罗斯军舰出没台湾东部外海 26海里 那是什么 俄罗斯军舰 你说这一整套 其实是中俄 在做一个 烙台军演的动作 基本上其实 现在习近平和解放军呢 至少要一直要做一件事情嘛 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哎 台湾海峡 还有这边 是它的内海 那既然是内海 你美国不要来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会做这些动作 因为我们后面会讲到服帽 对不对 服帽里面有个很关键的事情是 中国的生产供应链 正在外移 外移是最近有一个中国真正是都压力的 叫做谁 印度的莫迪嘛 所以你现在正好是在整个拜登跟莫迪 手牵手的时候 那他一定要展现 所以他这次三冬号 刻意的把你冲过来 然后顺便抓个理由 你雷根号在万安滩这边 所以他要跟你来呛赌 敢去呛赌吗 你真的看他到最后 离雷根号有多远 就知道 没有 那另外一个呢 他也就是俄罗斯这边呢 其实呢 俄罗斯的舰队 两艘 从我们的外边走过去 那为什么是前一段时间 面对日本的时候 俄罗斯的军舰 就配合中国演一下 然后去绕了日本一下 不是我们海军最近也太硬了吧 你搞三冬号就算 我们还要去监控俄罗斯 守护级的护卫舰 太硬了吧 那也是走一下 那另外一个情况是 因为波罗的海 现在西德要从那个芬兰那边征兵 波罗的海前面就是圣匹德堡 对普丁来讲 圣匹德堡他就非常害怕 所以其实军舰两艘 也是配合着中国 其实这整个状况 那中国呢 也要做一件事情 一定的是什么 其实雷根号在这边 那雷根号在这边 你觉得雷根号旁边 没有潜水艇吗 当然有嘛 雷根号输动的时候 怎么可能没有 战术核子动力潜水艇在附近呢 而且绝对不有一艘 通常是三到四艘 那在这样过程里 整个山东舰又来了 那么你觉得 整个雷根号的潜水艇 战斗群的潜水艇会在哪里 当然在巴斯海峡 在山东舰地走的 或在俄罗斯嘛 所以又来这个反潜直升机 对 所以我们看这件事情 其实当然是中国在侵劳 但是我们看多了 你就知道其实他现在就是 至少不能示弱 就跟侯友宜一样 都有个麦楼出来 我不能示弱 我要摆个阵仗出来